昨天中午12点 不少途经梅州市梅城沿江西路的街坊 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多名交警从远处急速狂奔 而他们的正前方 一辆墨绿色的小车 在狭窄的路面连撞多车 真实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疯狂碰碰车 事情发生在昨天中午12点多 一辆遮挡号牌的墨绿色小车 意图违反禁令标志 被现场执行交警阻止后 该车司机为逃避检查准备逃窜 前方警员在接报后上前拦截 不料对方非但没有理会 反而撞开警员继续逃窜 在连撞13辆车后 抑郁逃跑的司机刚下车 就被交警和路人联手制服 事件导致一名摩托车驾驶人 和两名直勤交警受伤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